我这完全做得了主 我不需要靠人的东西 但我们刚刚很明显的 我们就靠很多东西 只会靠我的身跟我的心 这身在探讨 这身从头到脚 有各个器官各个部位 所以我这个身也是 中很多条件组合而成 所以这里面身体 也找不到一个我 那念头念念迁流念念变化 念念生灭 那更不可能这里面可以找到我 因为如果真找到我 就不会生灭不会变化 问题是我们都把那个生灭变化 无常没有自信的 那个东西以为是我 所以又错了 所以这一切的错误的认知 我们若不晓得它是错的 那你这个我一定是错的 那刚刚这样稍微一分析 我们就晓得 诶 种种过去 以为的我都是错的 那要找真正的我 绝对不能在这个错里面找了 知非即理 知道这个错 那你不断地离开错 不断地离开对生的执着 对种种念头的执着 对种种念头所谓善恶的执着 得失的执着 都慢慢地知道这些不是 这些不是 那么你就可以脱离 就是放下你的身跟心 当你放下了身心的时候 然后又清楚地 有一个身心在 但是它不是我 这个知道身心不是我的我 是真正的你 那才是你 因为那一个不依赖任何东西 不连在任何东西 不被任何东西转 它就是一个清清楚楚的了知 清清楚楚的觉知 清清楚楚的观照力 清清楚楚的明性 就是能够清楚的那个性质 那这里面没有我 没有真正的我 所以这个东西本身又是空 空 记足明 记足照见性 记足主动性 不被动性 不被迁转 不被任何东西控制 那个才是真正的你 所以这个你 能正吗 能找吗 因为我们知道 不能头上安头 它是真正的主宰者 真正的不依赖任何东西的 真正不仅仅不依赖 它可以关照到一切 清清楚楚 了了分明 然后又没有我 完全无碍 完全没有生灭 所以一切生灭都是 这个真正的我 这个当然我们假明为我 真正的我 我们也可以假明说是自性 那我们学佛了 因为要尊重一点 说它是佛性 也可以再讲一点 就称它是如来藏 因为这里面藏着 诸佛菩萨的 不供的 智慧德相 那都在这里面 它不是 真正的什么都没有 而是真正的有 都含荣在它的觉知里面 它涵盖了这一切 所以这一切如果说要 说是有 是为它所有 那这怎么解释呢 就好像说我们法界 你说法界到底是什么 大而无外 小而无内 就是法界 你往里面找不到任何东西 你往外找不到任何编辑 但一切的有 都在这里面 一切生住易灭 成住坏空 生老病死 通通在这里面 所以它没有生 出任的东西 但它显现任的东西 显现任的东西 也不是由它显现 所以它很难说 我们说说是一物极不重 你说它是什么 绝对错了 你说它是什么 绝对错 但是我们可以说 它是空 因为它不是什么 但它又有一个很特殊的 同时存在的 就是明 空明 就是我们的自信 空明 就是我们的本来面目 空明 就是我们的心性 明心见性 是见这个空明 体正这个空明 寥寥而知 所以这里面我们修行 不是要去求什么 不是要去修什么 而是放下一切的追求 放下一切 以为在修 想修的动机 不断地砍 不断地砍 砍到 没有东西好砍 这时候 就亲切了 就跟它 融在一起了 那是可以体正的 所以我们如果没有 把握当下这个觉知 你说 哪里去 找它 哪里去 证得它 所以我们到底在修什么 放下一切 干扰 空 跟 明 的 所有作为 通通把它砍掉 你就有机会了 通通砍掉 刚刚砍掉 现在不一定 没有可以砍的 就是说 我们就不断地保持这样 我们知道它的体性叫空明 所以抓住这个体性 不断地 讲它用功也好 讲它加工用行也好 不断地保持空明 来去除一切不空 不明的障碍 这就是修行 所以我们是本来如是 而为什么变成不是这个样子 因为我们无明 所欣然的习气 所生起的所有 见闻秀长觉知 都颠倒了 都障碍了你的本明 都障碍你的本空 所以到底要怎么修 我今天讲这个 可能跟你过去 所有认知 刚好都是颠倒的 那为什么你过去 有那样的认知 其实从我刚刚讲的话 你应该知道 真的通风是颠倒 请问你的想法从哪边来 从你的意识来 你意识从哪边来 意识从我们说八识 里面的种子 起了现行 那八识的种子从哪边来 从那一念无明来 不断地熏息 不断地出场 不断地累积 所以所有你产生出来的念头 都是这一大群 无明所组合而成的想法 它会是对的吗 它是不对的 但这样我们一定很不服气 那我们读书干嘛 我们求学干嘛 你问对了 你为什么要读书 读的书是经过检验的道理 经过实证的道理 所以你熏了这些 它也变成种子 一些有道理的种子 它就推出有道理的想法 有道理的作为 完全没有问题 所以我们不是要否定 所有的东西 我刚刚讲了 我们是要去除 不空 不明的东西 不是要去掉你所有的念头 不是 所以学佛要证实 这样绝对不是非智的 不是要愚痴我们 要限制我们 不是 而是要自我不断地去检验 你执着了吗 你自以为是了吗 你是不是什么东西 没有搞清楚 没有搞清楚 就离开那个不清楚 知道 这个不对 就知非即利 知道不对 就马上离开 那种不对的状况 让你的身心 我们现在还是有身心嘛 让你的身心 离开那个不自在 不对的 有烦恼的 有障碍的状态 所以这个就是修行 修行就是 在每一个当下 把你的行为弄对 就是这个样子而已 所以我们现在如果 做着 静静地做着 因为很多人 包括我们刚刚所讲的 世间的学问 世俗地 世间的学问 是可以用的 可以证明的 它是真的 但是我想 你如果没有用过功 我们都是过来人吗 你如果没有 好好的用功 那 拿数学比较 大家比较容易懂 你如果数学不是 一步一步 一个慢慢 慢慢一步一脚印 很扎实地上来 你能够推演出 后面那些对的东西吗 不可能 那我们当然在座的 也有博士 也有什么 我都知道 功课也都不错 那个思路也都很如理 但是也仅止以你的 专业的部分的如理而已 离开你的专业 对的部分 你又一样不如理 因为在那一块 我们还是在无名里面 还是在习气 自以为是的 我指我剑里面 而不是经过 你不可能搞物理 搞数学 用我指我剑来搞 我以为是什么 不可能是那个样子 以为是什么 一定是不断地 推你出来 然后都推对了 我想这应该是对的 也只能这样子 我想这应该是对的 但还要再印证 因为可能你还是有很多条件 不够清楚 所以他就产出的东西 跟你所意习的又有差距 所以这个道理 其实都没有违背我们的佛法 但是违背我们的我指我剑 我们当然在某些方面 你可能专家 你可能是常才 但是你就过度自信 离开你的专业部分 你还以为你是专家 你不会犯错 那是没有道理 我们再做简单一点 有时候我在看 我家的菩萨 他在准备饭菜的时候 好俐落 很快很快 就一桌东西出来 色香味俱全 我觉得他根本就在搞神通 那对我来讲 完全不可能的事 但是他 驾轻就熟 为什么能这样 他在那边用心 他在那边不断的练习 我就只吃不做 所以那一方面我就完全不会 就这样子 不是我笨 我在那方面没有熏息 没有动机 就这样子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说 我这方面很差 我很笨 不需要 不需要 你好强 好厉害 也不需要 因为每一个人其实 都是在做他能做的事 都不能做他不能做的事 这里面很明显 就是一个缘起 你信息够了 你信息对了 你自然就做出对的事 你信息不够 信息不对 做出来就不完美 就是这样而已 一切都因缘 所以佛法 真的佛法 就是在讲因缘 因缘呢 不是用便记所值 要去探讨 依他起 那我们呢 起心动念 都是便记我值 常常不是依他起 什么叫依他起 就是好好的冷静下来 看看我自己 看看周遭 看看人我 他们的起心动念 他们的惯性 我们常常都 扫掉这些观察 就自以为是的 以为怎么样 怎么样 那个都便记我值 便记我值是 没有道理的 但是我刚刚讲的 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所谓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你虽然是便记我值 但是你是 依着你的专业的训练 如果没有这种了 的我值 那就到最后 社会就变成 外行领导内行 不对的 还是要内行 领导外行 才不会犯错 所以这里面 不是要我们 去推翻什么 而是慢慢地回来 空不空 明不明 不空就是有我 有执着 有所住 不明呢 就是有无明的成分 在里面 那这个当然是要去除 所以修行 我们现在可能是用 直接下功夫的方法 在修 但我刚刚所讲的 是刚好相反的 刚好相反 好像没有什么 没有做什么 但是刚好相反 因为我在做的时候 是把错不断地去掉 你在做的是 是以为对的 不断地累积 以为对的 不断地累积 然后我们知识 对法 又没有充分的认知 所以你以为对的 其实真对的成分不高 那你又积极地去累积 那你可想而知 累积出来的是你要的吗 大部分都不是我们要的 我们从出生到现在 一直想要什么 想要什么 要到今天为止 要到当下 你要到了什么 真正你认为你想要的 你到底要到了什么 为什么会有这么麻烦 都是自以为是 都是以为我做这件事是对的 我追求这个是对的 就真的被你做完了以后 真的被你追求到了以后 发觉 根本就不是你要的 但是生命已经过去了 努力已经过去了 但是没有看到我要的成果 这个我想是我们众生 六道众生的通病 那那四圣呢 就不是这个样子 生闻 言解 菩萨 佛 就不是这个样子 为什么 他们的知见跟我们不一样 我们动不动就我 我 我 他们一开始动就出离 就去我 去我化 那这个是生闻嘛 言解都是去我化的 那菩萨呢 不仅仅去我化 还要让众生都去我 不是只有去我 把众生的我都给拿掉 那佛呢 当然就是绝对无我 那绝对无我 不否定一切现象 因为他知道 一切现象 都是因缘所生 不是真正的存在 所以可以善用他的存在 达到饶意性 所以 他不舍任何一个东西 那也不值任何东西 那我们呢 这些不是生闻 不是缘解 不是菩萨 不是佛 因为我们我值兼顾 动不动都站在我的立场 在考虑 动不动都想饶意这个我 问题 他根本就是颠倒 所以 我们要学佛 如果还是用那个 有所求的 我要怎么样 我要怎么样 我要达到什么 用这种方式 再怎么修 都是凡夫 这就佛法 意义 一切宗教 跟一切学问的地方 如果这一关打不破 这一关跳不过去 这一关没有弄清楚 那你修得再好 还是六道众生 你再怎么努力 还是六道众生 所以我想 我们真的要彻底改变 我们的知见 那这七天呢 或许也很长 但是我们可以想一想 你的生命除上七 你的生命已经过了多少七天 已经很多很多了 像我的话 那就是三千多个七天 因为我七十岁 七十岁除以七 就十倍 十倍是七十 十倍 每一年都有三百六十五天 所以已经有三千多 三千多个七 但是空无所得 一次一次的七 一次一次的过去 一次一次的空过 不仅仅空过 一次一次累积业力 累积习气 累积障碍 累积烦恼 所以越老 不是烦恼越少 烦恼越多 但是我不是这个样子 因为说实在 学佛也学得早 高中就开始在探讨 五十几年 这样过去 多少还是有点心得 多少还是有下钩功夫 多少还是有 亲近当代的大德 真正的大德 多少还是有被肯定一些 虽然七十岁了 但是现在我的心情 还是愉悦的 我的身心还是自在的 我很少烦恼 所以并不是在熏悉烦恼 而是在不断地 面对烦恼 突破烦恼 有的话不怕 就想办法 刚刚讲的 那烦恼是怎么来的 就不空 不明来的 你怎么样子 让它变成空跟明 就没烦恼了 所以 讲这两个字 很简单 讲这两个字 这个明是假明 但是它是 时时刻刻可以检验的 你空了吗 你明白吗 时时刻可以检验的 那要经得起这个检验 你才可能 因为空 你才能解脱 因为明 你才能够正得无上正能正觉 只要违背空跟明 违背空跟明 就无明 就是有 有直爱 就是有痛苦 有烦恼 所以 这 这两个东西 随时 紧记在心 其实它就是你的心 随时用你这个空明的心 来 照见一切 如果能这样 慢慢就可以突破 所有的业力习气 所有的无明 所有的轮回 所有的颠倒 所以 修行不难 掌握到重点 用对功 千万不要用错功 那 再实际一点点 比如我这时候 身体不舒服了 做得很痛苦了 它痛苦 它油 你怎么改变那个油 我这脚在上面放太久了 好酸好麻 放下去吧 把另外一脚拿上来吧 就好了 动一下就好了 你为什么要在那边撑 在那边自我折磨 就是不明 不空 你执着我要多 坐久一点 我就是不能动 就是执着吧 就是执着 就是有 所以要随时用空明 来照破 所有的有 跟不明 跟无明 那空明是本具的 无明是 这个无明跟有的执着 是后来衍生出来的东西 它不是本有 反而空明是本有本具 那个有跟无明 是一念不绝 突然莫名其妙 莫名其妙就一直莫名其妙下去 那现在我们学佛 就不能再莫名其妙 这样就能够慢慢脱离 轮回的这业 业力的我 那个所谓的有我 有我就有轮回 就我生老并死 就我承住害空 没有我 谁来轮回 是谁在轮回 所以摆在轮回里面 是那个颠倒的我 真正的我 从来不参与轮回 那你又把这真正的我 又跟这颠倒的我 粘在一起 当然这个真正的我 也好像跟着在轮回 事实上没有 好 我们休息一下 用空明的心 跟法界呼唤一下 这一次 我们的内容有一点点改变 今天晚上 今天晚上有船灯 因为找不出时间残期 所以只好利用船灯 下来的这一个礼拜 所以我们下午 第二自乡结束以后 我们就要整理场地 还有这一次 我请了杨会长 因为他在健康 在这些生理的调制方面 有他很独到 很深入的研究 所以我就请他来跟大家报告一下 断食 的利益 我们为什么一直要坚持 扭内 就断食闭关 为什么一直要坚持 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会有很多人 因为怕 而不敢来 但是呢 如果我们这边不坚持的话 那这个 用这种方式修行的机会 就没有了 其实要改变我们身跟心 刚刚不是 不是不是不是讲过了吗 空跟明吗 我们有我们太多的无名 太多的惯性 制约了我们 我们被他制约 不能突破 那这个 我们说实色性也 吃东西 男女 那更重要 睡觉 这三个欲 这三个欲望 其实是只要有生命的 你会来轮回 也是因为有这三个欲望而来 你会继续轮回 也是因为这三个欲望 让你不断的延续下去 所以这三个东西 你如果习气转不了 你说要 不是要你不吃 不睡 不是 但是我们不能被他制约 被他 所谓被他制约 他叫你吃 你就得吃 甚至我想吃就吃 接着下来 随缘 我真的需要吃 不吃 这个生命可能就会有状况 我就吃 吃呢 吃到刚好 这样已经够了 我就停 不会不足 也会不会太过 过已不及 都不是中道 那这个法界里面的 空跟有都是中道 一切缘起通通是中道 因为他都是恰到好处的 呈现这些因缘 聚在一起的时候 应该有的像 包括你现在的显现 也是中道 但是呢 这里面是可变的 因为因缘可变 所以所有像都可变 所以这个就是佛法 就是谈因缘 知道因缘就知道佛法 知道佛法就见如来 我们因为不探讨因缘 都惯性地用我在干什么 所以就永远 痛苦永远烦恼 那我们早上 早上还是照常 本来我以为是早上要上课 好 我们休息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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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